洞掌學費 洞掌學費 我是淡江人 我是淡江人 我反掌學費 我反掌學費 學生們喊著抗議的口號 這裡是淡江大學的校園裡 為了抗議學校 日前向教育部申請學費的調掌 有一群學生在校園裡 發起了連署的活動 短短五天就收集到了上千份的連署 而在今天下午也召開了記者會 要來控訴校方 調掌學費的理由完全沒有正當性 我們擺了這麼久 學校也沒有來跟我們講什麼事情 那他們好像都沒有看見 我們的訴求一樣 那最後我希望學校 今天可以給我們一些回應 那到時候我們會把一些 連署書還有陳情書 都拿到下場室給下場看 那連署書我們最後會把他送去教育部 跟教育部陳情做陳情 然後希望教育部可以撤銷 這是淡江大學長學費的案子 台灣薪資水平現在退回到16年前的水平 我的同學他們現在面臨的畢業狀況 就是青年貧窮化嚴重 淡江平均每四位學生當中就有一個人背負學貸 他們畢業的時候要負債超過40萬 但他們拿到薪水卻只有22K 那在這樣的崩時代裡為什麼還要漲學費呢 淡江策案 淡江策案 學費動漲 學費動漲 高喊口號並且準備了一封給校長的公開信 學生們表示根據資料顯示 淡大財務狀況良好每年都有上億的盈餘 認為學校應該要從其他地方開源節流 不能夠在景氣如此差的狀況之下 未經過充分溝通就要將成本轉嫁給學生和家長 因此希望淡大能夠比照其他學校撤回調漲的決定 而對於學生的意見 校方則是表示尊重 但是漲學費的決議還是不會改變 我想同學意見我們還是尊重了 因為事實上之前我們也開過公聽會 那公聽會同學也表示過相同的意見 那學校也做過說明 那如果同學有意見的話 我們想繼續加強溝通 我們會跟同學繼續加強溝通 那學校會考慮策案嗎 目前是不會 因為已經送到教育部去了 我們就看教育部怎麼去申定 校方表示淡江已經連續七年未調整學費 再加上景氣不好 募款短缺 漲學費一事完全按照教育部規定辦理 但學生還是希望學校能夠繼續動漲學費 體諒在不景氣大環境中辛苦的學生和家長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